第22题,用盐酸低定KOH溶液,锥形瓶中装有一大M的KOH溶液20毫升,并且以分态为指示剂,试问低定过程中下列叙述何者正确。 在低定实验中,我们的指示剂是要放在锥形瓶或者是蒸发敏当中,所以选项A说,分态因低价在低进管内是错的。 那么我们的锥形瓶里面放的是KOH是碱性,分态在碱中是呈现红色,所以选项B说,指示剂加入后,微地定前,锥形瓶的颜色呈红色是对的。 那么酸碱中和是一个放热反应,所以会使得水温上升,所以选项C说,加入盐酸时,锥形瓶的温度会下降,这个是错的,放热反应,温度应该要上升。 选项猪将烧备内水分完全增加,可以得到NACL,这个是错的,因为我们加的是盐酸HCL,低的是氢氧化钾KOH,所以产生的是氯化钾KCL,而不是NACL,所以选项猪是错的。 因此22题问我们说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B,指示剂加入后,微地定前,锥形瓶内容易成红色。 记得